大家好,告诉大家一个很重磅的消息 本田的IMMD,也就是它的轰动系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搭载的车型就是这一款广汽本田的浩颖 它有轰动版,也有插电轰动版 但是都是搭载的最新的轰动系统 那我们今天试的这一款呢 它是浩颖的油电轰动版本 主要的变化就是更加运动化,也更精致化 你看这些都用了钢琴漆的饰板 包括车身的横向,包括车尾都有一些钢琴漆的装饰 看上去还是很精致的 另外它的灯也变得更犀利,凶黑的这种造型 更有运动感 包括这里也有一个针的倒风口 用来减少风租阻力 还有就是凶黑的龙骨颜色 整车的运动感,精致感,时尚感就比以前更好了 但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这套第四代的IMMD系统 发动机都是2.0的自吸发动机 但是现在已经使用了直喷的阿特金森技术 整体的功率和扭矩都比以前有一些提升 而且效率也比以前更高 跟以前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ECVT,就是变速箱这一块 以前它的发动机跟发电机是同轴布置 现在变成双轴,也就是平行轴布置 第二的话,它的驱动电机和发电机就会做的更大一些 有利于以后这套系统搭载在更大的车型上 而且旁边它空出来位置就可以做一个二档的变速箱 所以这套系统跟之前相比 最大的变化就是之前用的是单档的变速箱 现在用了一个二档的变速箱 不但扭矩可以增加 而且整体的油耗可以降低 它现在用的驱动电机是135千瓦 但是扭矩增加到了335牛米 都比之前更强一些 如果单看这套系统的电动机跟之前可能变化不大 但是增加了一个二档变速箱之后 它整体的这些动力性、经济性都会得到改善的 另外,新浩颖跟之前的旧款相比 它的车体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它的油箱是放在后尾的 现在油箱放在了后座的下面 另外它的电池以前是放在后座下面的 现在移到了前座的下面 整体的结构变化使现在的耗影不但提升了安全感 而且整体车厢的实用性也增强 包括后座的地台设计的很平整 这样的话左右移动很方便 另外整车重心下降 有利于操控的提升 说一下这台车开起来的感觉 因为我是最早的雅阁哄动的车主 对第三代的IMMD系统比较熟悉 所以主要说一下第三代IMMD系统跟这台车 它开起来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就是感觉第四代IMMD系统 它确实是更安静一些 就是说在行驶的过程中 它的哄动系统会不断的切换模式 发动机就会出现停机或者是启动这样的动作 第三代轰动系统 它发动机启动或者熄火的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现在在耗影轰动这款车上 发动机其实它启动的那些动作是很轻微的 相比以前就有很大的进步 主要是这台2.0升发动机内部做了一些技术的提升 比如说使用了2.0支喷技术 还有就是使用了钢化的曲轴等等 整体它的振动就变小了 所以传递到车厢的这种感觉就很轻微 另外就是在加速的过程中 发动机的声音虽然可以听到 但是比以前第三代要降低了一些 一方面是因为它发动机刻意降低了整体的噪音 另外一方面它用了全聚氨值的发动机罩 包括发动机盖那里 它也用了新的隔音材料 包括防火墙这里 另外还用了隔音玻璃 所以整体的发动机噪音就会比以前低了很多 再说一下这款车的动力表现 我们试的这个浩颖它是AWD 也就是四驱版的车型 虽然它的车重有两动 但是动力表现还是很充足的 不管是起步还是起步后的加速过程 都显得还是很轻松 而且很畅快那种 一方面这款车的电动机达到了335牛米 还是比较强的 另外一方面它有一个二挡的变速箱 在低速的时候它就可以换到低挡位 所以整体的传动比更大 加速的力量就会更强 开起来的话不会感觉到它动力弱这种表现 反而是动力还是很强很顺滑的那种 如果是还想要更强劲的这种动力的感觉 其实可以换到它的Spot 也就是用动模式下 这样的话会明显感觉到动力比标准模式下会更强一些 加速的这种提速感更强超车更快 当然油耗肯定是也会更高一点的 在各种路况下的试车 这款车在各种轰动模式下切换 包括在一档跟二档之间切换 始终感觉到这套系统的动力是非常平顺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冲击 没有任何这个尖段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这套轰动系统 其实它的表现是非常平顺 它的切换过程完全是觉察不到的 其实现在很多的汽车品牌 在轰动系统方面都跟本田一样 走的是串并沿的这条路线 不过本田的这套轰动系统 也就是说浩颖它的轰动系统开起来 还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本田的特点 比如说发动机的音调会随着油门踏板的开度 会变得更加有激情更加激昂那种 另外它的悬挂的设定会更硬朗一些 包括它悬挂对地面的这种沟通感会更清晰一些 这就很能体现本田车的运动优势 驾控的时候很有驾控感 过弯的时候极限高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 他可能不喜欢运动感的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弱项 因为声音大 悬挂硬 但是喜欢驾驶 认同本田的运动精神的这些买家 就会很喜欢这种车型的设定 对于浩颖哄动这台车 我们试了各种路况 它的综合油耗显示是5.4升 其实官方油耗公布大概是5.5升左右 所以多加了这套二挡变速箱之后 虽然浩颖它的整个的车重更多了 但是它整体的油耗反而更低 动力反而更强 这台就是浩颖的1PHEV插电轰动版 它的轰动系统其实跟油电轰动版都是一样的 一套串冰帘轰动加一个二挡变速箱 这方面没变 它不同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个接近18度的一个大电池 NEDC续航可以做到91公里 满电满油的话 整体续航可以超过1000公里 因为浩颖的插电轰动版 它多了一个大电池 但是它少了后驱 也就是说它是前驱系统 所以尾箱部分有一定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多了一个大电池以后 它尾箱的靠近后排座椅的这一部分 稍稍多了一个小地台 其实这个地台对尾箱空间的影响并不很大 但是因为少了后驱系统 所以它整个尾箱的地台下降了大概七八厘米 这样的话 整体尾箱的空间其实是更多了 虽然浩颖插电轰动跟油电轰动轰动系统 它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电动机 一样的二挡变子箱 但是开起来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插电轰动给人的感觉就是动力更强 加速更快更爽的那种感觉 那在电量充足的情况下 插电轰动的这款车 感觉是明显的动力更强劲 那如果说油电轰动 它是2.0T的那种感觉的话 插电轰动的就感觉像2.5T的动力一样 开起来就更加爽快 另外在充电模式下 因为发动机它是不工作的 所以整体的内箱是非常安静的 不管是平常的这种低速行驶 还是高速上行驶的话 车厢的静谧性要比油电轰动要安静很多的 除非就是在大脚油门全力加速的时候 这时候发动机会启动发电 加上电池的电量一起为加速出力 这时候发动机就会显示出来 比较激情的那种声调吧 这么有激情的声音 再加上它强劲的加速感 就给人很运动化 很刺激的那种感觉 也只有本田的轰动发动机才能调教出 才敢于调教出 这么让人心动的那种音调吧 所以不论从驾驶的快感来说 还是从车厢的静谧性高级感来说 插电轰动的好影肯定是要比油电轰动的好影 要更值得购买 另外插电轰动它可以上绿排免购置税 而且电量充足的时候用电 电量不足的时候用油 没有续航的焦虑 所以在电气化时代 插电轰动的好影 可以是优先考虑的一款车型 不管是好影插电轰动版 还是油电轰动版 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 都用了第四代的IMMD轰动系统 而且有一个二绑的变速箱 这个系统就是既兼顾了动力表现 而且又可以降低油耗 所以实用性是非常高的 那本田这套全新开发的轰动系统 既可以保证它有充足的动力 又可以在经济性方面有出色的表现 那它们之间的不同点 油电轰动的好影 它就是不用插电 所以更方便一些 另外动力性没那么强 第三个特点就是它有四驱 四驱的话更适合这些下雨下雪的天气 而且油电轰动在东北地区 零下R30度使用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不用担心电池的续航问题 那好影PHEV它的优势就是可油可电 更适合城市里面使用 上下班的时候就可以用电 跑长途的话可以加油 就说没有这种里程的焦虑 另外它动力更强 更有驾驶快感 而且整车更安静 那本田的IMMD这套轰动系统 可以说是以电区为主 轰动的一个开创者吧 它的系统的稳定性 可靠性 这方面是不用怀疑的 所以如果是预算充足的话 那肯定要选这个PHEV插电轰动版 它的整体的高级感会更强 那如果是预算紧张的话 就可以选择它的油电轰动版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款车 比油电轰动版如果贵个 三万块钱的话 那一定要选这个